我現在繼續讀這篇書 在物理學界一向有一個心願 心願是否有一個數學公式 把所有物理現象都隆括在內 作為所謂Unified Theory 這個心願 我們看看歷史上 先有牛頓的歷學 然後有Maxwell的環境 把電和磁統合在一起 然後我們發現可以用QED和QCD 就是Quantum Electrical Mechanics和Quantum Chromodynamics 把兩個力量融在一起 下一步我們可不可以把它推在一起 把Maxwell的電和磁統合在一起 這件事就在1970年做了 有幾個人 包括Gresso Salam 和Winesburg 他們作了一個叫Electro Weak Theory 顧名思義 Electro 即是電 這邊指Electro Magnetism 就是Maxwell那邊 Weak Theory Weak 就是指Weak Force 基本上 他們就把它聯合在一起 這個看法 根本上 有些類似我們這支圓筆 你把圓筆 動起來 在頭上 即是圓筆 拆指膠那邊 把圓筆 動起來 因為圓筆這樣動起來之後 它本身就穩定 沒什麼事 但如果稍為有少少風吹草動 或者地下震一震 旁邊有車子走過之類 那它的重心就會跌出 移歪了 會跌出 跌在哪個方向 又有同樣的可能性 東南西北 有機會跌 但是 未跌之前 我們也不知道它是向哪邊跌 但當它跌了之後 我們就馬上知道 它是向哪邊跌 所以這個現象 就是 用在Electro Weak Theory 根本上有一個更加強的力 在宇宙之間 而電池活動 以及Weak Interactions 弱核力的活動 只是這一個活動的兩個可能的情況 尤其當是能量不太高的時候 一邊跌到Electromagnetism 那邊就像電池一樣的現象 一邊跌到Electromagnetism 這樣就可以做了一個 在核內的Beta衰變 這個現象 就可以將 Weak Force 和Electro Magnetism 黏在一起 我們基本上 就是 將它 結合成一個理論 理論就是說 當能量高的時候 它就是 Strong Interaction 即是Strong Force 如果它是 一下有什麼風吹出 一邊跌下去 低能量的時候 它就要是變成一個 變磁的形式 讓我們量度到 要是就變成一個 Weak Force 讓我們量度到 所以我們整個 整個世界 好像 Unified 了 除了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 就是 萬有引力 就是 愛因斯坦的一套理論 問題就是 愛因斯坦的一套理論 用的數學 很深 深得很厲害 所以 那些文化學家 一路窮了 這幾十年的力 自從 1930多年 將 Gentral Theory 放了出來之後 然後加上 後面一大 一連串的 Quantum Mechanics 的現象 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人 有辦法 將這一套理論 結合在一起 直至 終於 霍金出來了 根據霍金的一本書 叫做 A Fear of Everything 希望 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我們下一個就會說到 到底在這裏 中間還差什麼 拜拜